嗨,各位老板你们好,我是老白 欢迎收看越野0-1 出去浪了一段时间就回来跟大家见面了 之前我在一段视频里面问大家想看我做什么内容 最终在B站、油管、小红素三个平台夹起来 总共有五个人给我留言说想看越野0-1 是不是觉得很惨 我也觉得很惨 如果你也有同感 记得在弹幕下面打一个惨字 然后点一个关注呗 好了,回到主题 越野0-1是一档系统化的科普汽车越野基础知识的节目 是专门为对汽车越野有兴趣入门的小伙伴们拍的一个系列视频 这个系列一共有八奖 分别是越野道路难度等级的基本常识 SUV越野性能的基本概念 对一辆越野车的越野功能及基本需求的基本了解 越野时限车脱困的基本技巧 去越野的基本装备 改装越野车的基本思路 以及越野车的基本养护知识 那我希望能通过越野0-1这一个栏目 能够帮助到各位有兴趣入门的小伙伴 去丰富一下关于越野的基本知识储备 好,现在开始第一档 敲黑板了 敲黑板,我家的狗就疯了 今天第一档 好,今天第一档 敲黑板了,拿好笔记本 好了,敲黑板了,拿好笔记本 我们凡事都需要做好风险评估 所以要去越野,必须先去了解越野道路的难度 作为越野的第一门课 我就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各种各样的风险评估标准 关于越野道路的难度等级划分 其实在学术界暂时还没有一个严谨标准 现在我是怎么去评估一条路到底我能不能进去的呢 全靠经验 众所周知,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 有经验之前的那段时间是最痛苦的 我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起码待了三年 经常会在一条越野道前畏首畏尾 当回家做好了更好的准备 下次再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准备过度了 所以对于难度等级认知的最大作用 就是缩短你的这一段挣扎周期 关于难度的分级 我们最最常见的是三级法 我们通常能在越野道的childpad 往上或者这一种路书上面能看到这样的三级分法 其实分别就是简单,中等,难,三种 那另外一种比较常见的呢 就是五级法 在概念上其实跟滑雪道的难度分级是一样的 分别是绿圆,easy,蓝方,more difficult trail 还有黑转,most difficult trail 那黑转里面又分三个等级 一黑,两黑跟三黑 那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分级方法 像这一种国家地理杂志出的地形图 他们是直接通过文字来描述的 那关于铺装路面呢 我就不再去叙述 那非铺装路面它分别有select pave 就选择性的铺装路面 improved road或者unpaved road 就是非铺装路面一般指的是比较平缓的碎石路面 那下一个等级就是high clearance road 那意思就是底盘较高的SUV才可以过去的路 那再下一个等级就是four wheel drive road four wheel drive大概就是等于我们所说的硬派越野车才能走的路 那这种地形图呢一般是给普罗大众用的 而不是给越野人用的 所以它去到最高等级的four wheel drive road 在一般我们对越野的分级机制里面 也就是去到中等难度的那个等级 再往后面它这上面就没有写了 那最后还有一种比较专业的分级机制 实机制 这套机制呢还是越野车的鼻祖品牌Jeep搞出来的 但它们搞的有点复杂 所以我们这种普通人的人脑的兼容度不一定能听得懂 不信我一会念给你听听 在念这个时期制之前 我要先跟大家科普一下 关于Jeep这个品牌对越野车的一个性能的一个评估标准 它们分别会从五个方面去评估一辆越野车 第一 Traction 抓地力 从Jeep的指标来讲 抓地力一般指的是轮胎 像一般的公路胎跟越野胎在非铺装路面的抓地力就不一样 那跳开Jeep这个机制 Traction通常还指地的抓地力 像泥地的Traction就最差 沙地稍微比泥地好一点 碎石路面又要比沙地要好一点 而石头又会比碎石要好一点 第二 Water folding 涉水能力 对辆车的涉水能力的考量 一般有深度跟长度的两种 深度一般是指车轮贴在地的那个点 到intake下面一点点的那个距离的高度 而长度一般指的是一辆车的密封性跟排水性 密封性就是水泡到门缝以上 车在里面走多久不会进水 排水性就以Jeep的木马人的Rubicon版本为例 只要把地毯下面的那个胶塞拿开 水就能从那个胶塞从底板露出去 而Land Cruiser我还没有发现有这个功能 第三 Manewability 操控性 简单来讲 就是越野车S型绕雪糕桶的能力 而实际应用方面 就是车辆在穿越小树丛以及在乱丝堆中行走的灵活性 一辆越野车轴距的长短跟重性的高低 是操控性的主要决定因素 又像我现在开了一款LC 因为它整体是比较大的 所以一些小的丛林我是过不去的 像两门的木马人 Jimny 这一类的小size的越野车 它的manewability就非常好 第四 Articulation 这个不知道怎么翻译 但一辆车的Articulation的主要决定因素 是它的悬挂系统的形成 什么是好的Articulation呢 简单的理解 就是一辆越野车在跨越一个大型障碍物的时候 最高的轮子跟最低的轮子的落差的高度 越大 就是Articulation越好 所以我们去看越野车展览的时候 会看到一些厂商 会用一个叉车 把越野车的一个轮子抬得很高 然后其他三个轮子还在地上 又或者看到一些车主 喜欢把自己车的一个轮子 开到另外一辆车的轮子上面 然后其他三个轮子还在地上 它们主要要展示的就是这辆车的Articulation 第五点 最后一点 Ground Clearance 这个作用一理解 就是车身离地的间隙 我们通常说身高多少英寸 跟换多少寸的轮胎 它的意义就是提高车身跟地面的离地间隙 这五个就是Jeep去判定一辆越野车的性能的指标 而实际制就是基于这五个指标 衍生出来的一套关于对越野道路难度等级的评级机制 实际制这种分级方法感觉更像是赛事中领航员会用到的 它对我们这种业余爱好者来说实际的指导意义不大 Anyway我会把连接放在下面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去看一下 关于实际制 其实我知道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因为总是看一两段我就会晕 所以从来没有把它看完过 所以今天我就跟你们一起认真的看一看 那下面我就跟大家念一下这十个等级 看你听不听的下去 又或者听不听的懂 第一集Easy 泥路或者碎石路面会出现有少于五英寸高的石头或者树根 或者要爬一个时间也低于五英寸 然后涉水的深度少于六英寸 反而五英寸13厘米 六英寸15厘米 就大概这么高 第二集 泥地或者碎石路面 就用障碍物吧 它后面说的都一样 障碍物少于八英寸 爬楼梯少于九英寸 涉水深度少于12寸 12寸就是30厘米 然后第三 中等会有更多的石头 以及起伏的路面 有石头或者树根少于12英寸 然后涉水深度 低于24英寸 第四集 比上一集有更多石头跟起伏的路面 障碍物的高度少于18英寸 又或者涉水的深度少于36英寸 懂英文的帮我翻译一下 可能我觉得它说的不一定是涉水的深度 有可能是跨越水障碍的长度 然后第五集 终于看到难 难就是障碍物的高度小于24英寸 61厘米 然后涉水的深度 反正涉水吧 或者横花水面吧 横花水面 小于52英寸 开玩笑呢 这怎么是湿水深度呢 99%的越野车都过不了一些水好吗 第六集 难 障碍物 矮于36英寸 跟水有关的 少于84英寸 84英寸 我这把尺子两米长 走到尽头是78英寸 比我还高呢 好 所以我现在非常确定 这个并不是涉水的深度 那个不是给越野车用的 那个是给船用的 那个叫吃水 好了 终于到了它的第七集 Savir Savir是石头的高度小于54英寸 跟水有关的 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过河之类的吧 10尺 我觉得这个一定不是涉水的深度 因为10尺 我的房车是22尺 什么车能过得去 第八集 Savir Savir要怎么翻译 那Extreme怎么翻译 非常 非常跟严重有什么区别 然后继续念下去 其实大概那个意思就是 石头越来越高 水越来越深 要过的地方越来越长 所以这个表 其实我已经知道有很多年了 这是为了跟你们分享 我才第一次好好的看了 它上面的内容 好了 我就不讲第八第九集了 直接跳到了第十集 第十集大概那个意思就是 会有极大的波浪 跟极大的石头 Rock more than 10 foot tall 对吧 我的感觉没错 十集制应该就是给赛事用的 像我们这种业余级别了 就不要在这里死磕了 不过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分级方法 基本上就这么几种 但因为加州大部分好玩 而我又玩得起的越野道 基本上我都去走过 所以很多爱越野的小伙伴 在出发之前 都会在我这里打听一下 但如果我用上述的 几种分级方法 对入门级的小伙伴 去解释关于越野道的难以 通常会得到下面的结果 老白老白 Shift Canyon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难度 Shift Canyon中等难度吧 中等难度有多难 中等难度 喂喂 现有的分级方法 完全无法精准的去表达我的意思 所以逼于无奈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我自创了一套越野难度等级分级机制 它就是老白越野八级难度分级法 简称白八级 这个分级方法是这么研究出来的 哇 你看你看 Coco的车子一进沙子就卡进去了 三财 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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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你看 J的富翁就这么掉机窝里面了 我想知道他是怎么下去的 你看看这 这 哇 你看你看 君米的80连避震的完断 哇 你看你看 坤哥的GX 这辆Lesson好像掉了东西 停解的车在肢解中 哇 你看你看 坤哥的路虎连轮胎都玩掉了 胎掉了 哇 你看你看 坤哥的80连轮子都玩歪了 打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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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看你看 坤哥的Tacoma直接卡在尼坑里出口 出不赖了 还差这一辆它够吗 OK 哈 哈 哈 哇 你看你看坤哥的斯巴鲁连发动机都玩炸 哇 帅啊 真的 凭姐的车在拉他 呃 对 都是坤哥 这就是坤哥的日常 没错 白八级就是这么user friendly 他会很直观的告诉你某一个车型 或者某一个类似的车型 是否能通过某一条越野道 反正我的小伙伴们都明白了 那在跟大家分享白八级之前 你们先要记住两组词汇 第一 无损通过 无损通过的意思是 车子本身理论上是可以过去的 但是是开过去 蹭过去 还是卡过去 过去了以后又会掉点啥出来 这个不能保证 第二 五级理论 五级理论意思就是 如果你只是开着一辆家用的越野车 并且你没有非常好的越野功底或者经验的话 五级以后的路你就不要去了 那些路不适合一般的家用SUV走 白八级是一套基于车型和路面 用经验总结出来的不严谨分析方法 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那些年被老白开过去越野的车 我从被我开过去越野的车里面挑的几辆比 有代表性的出来 所以越野到难度一级一级的往上 那些不达标的车型将会被一个一个的化掉 好那我们就开始 一级越野到 一级越野到一般就是非铺庄路面 就是一条普通的泥路或者一条普通的土路 或者是铺上了碎石的一些路面 非常平缓也没有什么坡度 不需要什么四不四驱越不越野 普通的轿车也是能通过的 我去过比较经典的一级越野道路 就是在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120公路 自西往东向395方向南行往左拐 进去梦路湖观景点的这一条越野道 这样的土路只要不是超跑都能通过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这一种 就是一级难度的非铺庄路面 实际上没有任何难度 只有一些很小的碎石头 没有什么落差 没有什么坑坑洼洼的 而这一路是轿车都是可以走的 所以大家都还在 二级越野道我把它定义成为 是一个轿车不能轻易通过 但凡是是一辆底盘高一点的车会SUV 都可以很轻松的通过 无论你是二区还是四区 它跟一级越野道的不同点呢 主要是路上会多了一些坑坑洼洼 以及有一些更高的落差 像这辆宝马三系 再去MEMOS的温泉群的这个路上 就比较吃力了 靠右边一点点 对 过完这块石头就好了 先不往左打 我要你往左打 往左打 再慢点 好 再往前走 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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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等一下呢 你会感觉到这个车轮上一个石头 车轮一上石头 你可以马上往左打 你要推吗是吧 对啊 帮我录一下吧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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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天啊 以及大熊湖上面的3N压6的主干道 我突然看到了我们的车队 他们应该认识你的车吧 认识认识 那就好了 所以在二级道路开始 轿车就不能保证无损通过了 宝马三系 雷克萨斯的LS 奔驰的S 跟雷克萨斯的IS 都会被拿掉 好我们去到下一集 关于三级越野道 两区的SUV呢 不容易通过 但是凡事是四区 无论任何形式的四区 过去其实也是蛮简单的 像这条从约束药树国家公园 经过大熊湖的后山上去的RN02 就是一条三级的越野道 我前面这辆二区的Sprinter 虽然有点吃力 但也不至于有压力 另外一条比有代表性的三级道 就是在395上面 从白山的后山 下去Bishop的这个Silver Canyon 虽然看着比较险峻 但是对于一辆四区的SUV来讲 也没有什么难度 还有另外一条就是连接 Mowab和Dead Horse Point State Park 的Long Canyon 就是我之前掉了无人机的地方 道上没有积雪的话 差不多也就三级的难度 在这个难度等级 我画掉了丰田的Rock 4 保时捷的卡燕 和雷克萨斯的RX 主要问题还是处在这三辆车的车身 离地减息比较低 遇上一些落差会比较尴尬 我们再去到下一集 到了四级的越野道 普通的SUV 哪怕是四驱都不容易通过 但是越野车就可以比较轻松的通过 那我们去玩过的比较经典的四级道路 是Pismo Beach的沙滩 还有从峡谷地国家公园的谷顶 下到谷底的Shefford Canyon 在四级的道路上 除了对车身的高低有一定的要求以外 车的传动方式 也会对是否能通过四级的道路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奔驰的ML GL 还有奥迪的Q7 福德的探路者 大众的土瑞 英菲尼迪的QX56 雪佛兰的Tahoe 还有奔驰的Sprinter 都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证无损通过 当然了 如果你技术达标的话 勉强是可以的 但是能到下一个等级的话 就很难 如果你确计 你能开自己辆被化掉的车到下一个等级 请你现在就关掉这个视频 你不用在这里看我BB了 好到了第五级 第五级其实是一个分水岭 因为普通的四驱SUV 就已经很难通过了 至少是不可能保证无损通过的 而越野车走起来 其实也有一点点难度 只有硬派的越野车可以轻易的通过 让我们走过比较经典的一条五级的越野道 就是犹他州的Fins and Thing 走再往前走 打右不要打回来 走走走走 再走再走再走 前左 继续啊继续啊 不要不要下打方向 OKOK 再往前再往前 再往前 再往前一点 再往前一点 OK打直 那还有另外一条呢 就是之前我们去玩过的大熊湖的3N14 从Apple Valley到大熊湖的一条越野道 他都要开第四了 我觉得严格定义上的越野要到第五级才算是真正的开始 这一集里面 路虎的懒胜跟斯巴鲁的森林人是很难保证无损通过的 在剩下的车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除了迈路虎才发展的福特 跟黄克一区不复返的汉马 剩下的都是传统的越野车四大家族 所以说越野车的血统真的很重要 到了六级的越野道 这里就不光要看车 还要看个人的修炼 这些路连硬派的越野车都是不能轻易通过 改装过的呢 也要看点技术 到了这个难度等级 不仅仅是看车 更多的是看人 硬派的越野车如果没有改装过的话 已经非常难的通过了 因为连改装过的越野车也不能保证无损通过 我们去过比较今年的地方 就是美国跟墨西哥交界边上的一个小沙漠 叫Glamis 另外一条就是在北加州Polish的SVRA里面的这条Chucky World 这是一条非常陡的大长坡 在这个难度等级下 我相信只有木马人能有资格毫发无损全身而退 这种都是有六级难度的越野道 那到了第七级的难度 无论你技术好还是不好 无论你的车改成什么样子 我就没有见过不会磕磕碰碰的 你看像Jimmy跟坤哥这两辆深度改装整 这样的LC80也是会有各种的刮蹭 在太后湖边上那条很有名的Rubican Trail 以及大熊湖很多人去挑战的Hong Kong Creek 也是属于七级的难度 那关于八级的越野道我对它也没有什么评价 因为它就是天马星空 你随便看到了那里有一个石墙你怼过去 它也是八级的难度 关于八级呢 我也只在北加州的Horlist里面见过 大家看看我们前面这里就是一些八级的越野道 没有车可以保证自己能过的 这是道吗 对啊 我们赌吧 你赌它过得去过不去 我告诉你你给它一百块钱我肯定能过去 以及在像Formula Offroad这样的越野比赛里面看到过 八级 像我们这种还要在公路上面开着车 就不要去奢望能上这一种要防滚架才能去的到了 白八级的八个等级已经讲完了 是不是觉得比起现在市面上能看到的好理解很多 越野0-1 八级看完保证你觉得更简单 最后啊 来给大家做一下技术总结 首先是白八级跟其他等级制度的对照 三级制里面的简单分别对应于白八级的1-3级 中等则是对应4-5级 蓝则是对应6-8级 那白八级跟滑雪5级的对照呢 绿圆分别是对应1-3级 蓝方相对应的是4-5级 一个黑是6级 两个黑是7级 三个黑是8级 关于十级制呢我就不对照了 实话说我刚刚好像还没有完全看懂 在等级对照以后就是白八级的英勇场景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可以用得上白八级呢 第一在老白频道看到老白出去玩了以后自己也想出去玩 然后问老白去的是多少级 第二热看老白频道的还能这么玩专栏 然后可以去车库瞅瞅自己的车能不能去的地方 第三更容易看得懂后面7级的内容 好了今天就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明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关于一辆越野车的能力值的基本概念 看完你就知道为什么不是所有的SUV都可以叫越野车 啊 偶心力学的把这么多年的越野经验都总结出来给大家看 赶紧关注一个点赞一个 有不明白的地方记得在下面留言 我会同意回答 我们明天见 拜拜